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亲朋观察》 习近平和德国总理舒尔茨 刚刚在北京读完了蜜月 德国就抓捕了三名中共间谍 加强合作的保证无效了吗 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即将开始访华 他的核心任务只有两个字 警告 中国的学者 北京大学教授冯宇军 罕见和当局唱起了对台戏 认定俄罗斯必然失败 奇怪的是 他为什么没有被下岗呢 首先还是请大家在评论区 关注我的YouTube新频道 以及干净世界频道 谢谢 周一 美国国务院的一名高级官员透露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本周访问中国期间 将就中共对俄罗斯军队的支持 提出警告 布林肯将在4月24到26日 访问上海和北京 转达华盛顿对此事的深切关注 这位官员还说了更狠的话 当我们认为有必要时 我们准备对那些严重破坏乌克兰和欧洲安全的公司 采取措施 实际上前两天 在西方七国集团的外长会议上 布林肯已经清晰地对中共提出了警告 要求中共在俄罗斯和西方之间二选一 中国无法实践两全其美 也承受不起这样的后果 布林肯说 他还指得中共一边试图与欧洲国家建立友好关系 一边助长冷战结束以来 对欧洲安全的最大威胁 他敦促其余的六位外长加大对中共的压力 美国也并不打算只打打嘴炮 英国金融时报引述几位知情人士消息 称美国正下考虑对中国金融机构和其他实体实施制裁 根据美国上周公布的清单到2023年 俄罗斯进口芯片90%来自中国 并且用于生产导弹 坦克和飞机 去年的最后一个季度 俄罗斯进口工具机的70%来自中国 并可能用于生产弹道导弹 更多的制裁已经在路上了 上周三 4月17号 美国众议院特别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连美 对三名跨党派议员提出了无限制法案 要求为俄罗斯提供物质支持的中国公司实施 全面封锁制裁 法案还详细列出了一份涵盖50多家中国公司的名单 包括启瑞、哈佛、长安等对俄出口的中国车企 以及中芯国际、矿石科技、海康威视等 已经被美国政府认定的中国军工企业 最近西方指责中共帮俄罗斯重建了军工事业 包括带光学、消化纤维、微电子和涡轮发动机等方面 本月稍早彭博社还报道说 中共也向俄罗斯提供了用于军事目的的卫星图像 以及坦克用的微电子和工具机 上周五七国集团对中共进行了谴责 会议发表的联合公报称 他们对中国企业向俄罗斯转让军工两用材料和武器部件表示强烈关注 要求中国应该确保这种支持停止 因为他只会延长这场违反联合国宪章的非法侵略战争 增加俄罗斯对其邻国构成的威胁 值得关注的是德国的外长贝尔伯克 他对记者表示说 当中国进行非法侵略战争的俄罗斯 建立越来越密切的关系的时候 我们不能接受这一点 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世界上任何国家启动对普京的战争机器 那贝尔伯克的讲话和前两天这个德国总理 舒尔茨访华的态度不一样 外界普遍认为说 舒尔茨更想和中共亲善而不是对抗 在上海同学大学演讲的时候 他表示支持欧洲对中国汽车开放 提出了三步条件 即不要倾销 不要生产过剩 和不要有知识产权侵权行为 那再被问到说 有关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发出的 欧盟要保护自身 免受中国产能过剩冲击的呼吁的时候 舒尔茨也有所保留 他表示 这个必须从具有自信的竞争力的角度 而不是出于保护主义动机来取得 舒尔茨的态度就让习近平很开心 两个人在北京钓鱼泰国宾馆的情愿里散步 习近平还给两国关系指明了方向 双方要警惕保护主义抬头 坚持以市场眼光和全球视野 从经济规律出发 客观辩证看待产能问题 随后 中共的国务院总理李强也同舒尔茨会谈 希望德国放宽高科技产品对华出口限制 不过很讽刺就在本周14月22号 德国的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在一份新闻稿中宣布 刚刚逮捕了三名涉嫌为中共同事间谍活动的德国人 声明称 这三名德国人被指控从2022年6月前开始为中国情报机构服务 并且涉嫌违反德国出国法律 在没有许可证的情况下出口了一种特殊的雷射 而且他们被逮捕的时候正在进行一项进一步研究计划的谈判 该研究可以扩展中共海军的作战能力 德国内政部长南希费泽也对此进行了表态 称逮捕行动是我们反间谍的一个巨大胜利 我们在密切关注中国在商业工业和科学领域间谍活动的重大危险 我们在严密坚持这些风险和威胁 并明确警告和提高人们的敏感度 以便各个方面都能够加强保护措施 那苏尔斯的反华被认为是默克尔式的 那么怎么看待他的表态和后续的德国政府的行动呢 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传递出一个清晰的信号 就是虽然大部分德国大的公司 希望加强和中国合作 但是呢西方对抗中共的大的趋势已经不可改变 德国政府呢也只能在这个过程中努力去玩平衡 最后就是一部分人唱红脸 一部分人唱白脸 而且欧洲各个和欧盟之间也有默契的做了分工 即合作角度让各个国家去做 德对中共的事主要由欧盟去出面 而从布林肯最近的多次讲话 以及七国集团的联合声明来看 西方已经达成了一致 不会容忍中共在对待俄罗斯和吃西方红利这个方面 继续与于熊掌兼得的美梦 所以呢好有疑问 未来西方对中共的制裁和对抗将不可逆转的加速加速加速 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呢很快就会发生 在刚刚过去的周六4月20号呢 美国众议院还通过了四项对外援助法案 包括乌克兰安全补充拨款法案 将向乌克兰提供价值610亿美元的经济和武器援助 法案传递出清晰的信号 即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是跨党派的 而且这个也是西方联合打击中共及其邪恶盟友的重要举动 众议院的议长约翰逊更加直白的说 我相信习近平弗拉基米尔普京和伊朗确实是邪恶中心 他警告说如果现在不停止 俄罗斯可能会入侵欧洲 而众所周知 中共是普京发动侵略乌克兰战争的主要帮凶 后来也一直是俄罗斯的最有利的支持者 在中国国内所有的媒体学者 也只能够按照中共的论调公开的表达对俄罗斯的支持 所以大家应该就能够想象到 当中国的学者冯玉军在英国经济学人上发表了文章 认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注定失败的时候 消息穿到了中国国内小粉红们的愤怒 但是也有的冷静的中国网友就发现 说冯玉军担任副院长的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 还是中共外交部研究重点合作研究院 所以有意思的问题就来了 冯玉军教授的意见是不是某种意义上代表了中共官方的态度呢 那几乎与此同时 中国的知名媒体人赵灵敏 在微博上也披露了冯玉军4月20日的一份演讲 他同样谈到俄罗斯的失败不可避免 还指出俄罗斯如果使用核武器会给俄罗斯带来更大的灾难 而且未必能够成功的使用 这就很奇怪 为什么冯玉军可以如此公开 大胆地说出俄罗斯币败 而且发表在西方媒体上呢 我呢研究了一下 认为呢可能有这样几个原因 一就是冯玉军现在是已经从复旦大学到了北京大学 这样呢就不受复旦国际这个问题研究院相对更加官方身份的影响 因为呢经济学人文章的最后提到冯是北大教授 所以呢虽然北大呢有关的网页对他的介绍 还是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的副院长 俄罗斯中亚研究中心主任 但是呢我认为这个最新的介绍应该是冯玉军本人提供的 也就是说他的新工作关系变动还没在网页上体现出来 二中共呢实际现在也对俄罗斯充满警惕 所以允许学者对俄罗斯进行更加全面和真实的研究 这从赵联明引述的九条摘要的后三条可以看出来 第七条不能轻视俄罗斯 他的外交很厉害 往往能绝处逢生 第八条 历史上中俄的三次结盟中国都没捞到好处 第九条 要提防俄罗斯把中国当枪使 关键时刻反个一击 把我们推出去给自己解套 三 那冯玉军教授作为独立思考学者 对中共当局的清俄得罪自由世界 危害中国的国家利益 他心里边实际不满意 这可以从赵联明转述的第六条看出来 中国传统文化从上中庸 今天很多人的极端化思维 很大程度上是受了俄罗斯的影响 这句话明眼人都看出了 这个是指中国人受了苏联传来的马列主义的毒害 显然这六到九条对中共都很敏感 这个也是赵联明删除微博的原因 当然我们必须指出 虽然中共对俄罗斯不信任只是相互利用 但是毫无疑问 在俄罗斯失败之前 习近平当局为了维护中国共产党的利益 还是会和普京伊朗站在一起 继续和自由世界为敌 也必然导致西方加速脱钩 让中国的经济受到更大的伤害 这个是由习近平的党性决定的 在他和他的那些小矮人眼里 中共的利益远远的凌驾于 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利益之上 由此带来的结果 也早已经是不言而喻了 失败的将不仅仅是俄罗斯 好了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请喜欢我节目的朋友在评论区 订阅我的新频道2024年 让我们一起关注重大国内国际世界